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片的基调都很勤快 让人感觉这更像是以小清新风格见长的日本电影 梅子是一位老人也是本片的主人公 因为自己经常忘记生活中的物品和将要做的事 便去医院诊断 结果可想而知 是老年人一患的老年痴呆 正当人们疑惑那具尸体到底是谁的时候 一位家长找到了梅子并说明了情况 女同学在六名男生的性侵害下自杀了 她的孙子就是其中之一 梅子在其他学生的男性家长面前显得格格不入 所有人都在推卸着责任 每人五百万的赔偿数额让梅子汗颜 她并没有能力去支付这么大一笔钱 梅子总想写出一首自己的诗 于是参加了写诗讲座 然而写诗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她将自己可能出现的灵感记录在随身携带的本子上 然而随着电影的进一步发展 她发现自己写不出诗的原因是不能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而她生活中的美好并没有在此刻出现 而是只存在于那个被姐姐疼爱的幼年梅子身上 这让梅子绝望 为了不让外孙犯下的罪行被世人知道 她却筹钱 而无法战胜内心的愧疚感 最终梅子报警让警察带走了外孙 有人说这是一部没有结局的电影 其实只是没有看懂这部电影罢了 影片中处处展现了讽刺和罪恶 梅子作为加害者家长中的唯一女性 承担了来自其他家长的压力 而受害者的母亲因为女儿的去世 承受了来自媒体和学校的压力 因为身为女性 所以梅子更加懂得 失去女儿的痛苦和那种加害者小法外的痛苦 梅子为什么从始至终都没有完成她的诗 却在影片的最后完成了姐妹之歌 那是要写给女孩的诗 因为她从这场罪恶中脱身了 她得到了救赎 所以完成了她人生中的第一手势 在梅子对美的探索中 人们时常会想 爱情和亲情大概是我们可以经历的 可以称之为美好的感情 而梅子她的爱情她没有得到过 半身瘫痪的老头对梅子并不是爱情 那种心冲动并不能让梅子体会到什么是爱情 什么又是美好 而梅子和女儿 梅子和孙子 他们的亲情甚至称不上是亲情 和女儿无交流的梅子即使自己得了病 也不愿和女儿进一步的交流 对孙子的溺爱也并没有得到孙子的忏悔和关怀 这一切都让梅子失望 这样的生活让她怎么能写出美好的诗来呢 课堂中他们都有美好的时刻 只有梅子回忆起了自己的小时候 也许只有在那时候她才是最开心的 诗无论是美好的描写 美的可以称之为诗 王尔德说 即使身处下水道 也要夜夜仰望星空 愿我们都能写出自己的人生之诗 我是小音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 绿影时光